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会有少少心理上的影响 是不是 没有 恐怕涂大2.0 无事不止现在升幅仍在扩大 升至300多点的流上 恒指升至27500多点 那是不是没有事了 疫情怎样搞法都不关大事 我们都觉得很奇怪 这个瘟疫还在传 内地有4万多人 死亡人数去到1,000人 现在来说亦都未受控 香港继续扩散 但是港股竟然上升 不要说美股 港股美股还滑舌 美股昨晚创新高 因为就是Apple和亚马逊这些升到疯了 最近港股有什么疯的呢 就是香港零售股 大市先说一下 距离我们2月6日的高位 27608点 其实真的差很少 现在差几点 只差几点 当日就是补了大概大半分的裂口 那天还差几百点 这边有机会补了裂口 裂口的顶部大概是27774点 那是否要升到27700才收工呢 如果你信技术分析就是了 看样子又似 因为今天很奇怪 那些蓝筹股 大蓝筹 腾讯和邮邦都上升 是带动大市上升 别说那些特别板块 因为主要的蓝筹 最大的那几个 汇丰 腾讯和邮邦全部都上升1%以上 那这些上升多数都是有资金流入 就是真的有资金买它才上升的 因为这些不是只有个炒字的 因为一定有相当大量的资金才能移动到它 那如果你要找答案 就很可能说那些投资者害怕输 觉得跌到去25000多已经够了 跌到26000便已经够了 不会跌到25000便了 那现在快点数货了 因为如果不是便数不及 但是我觉得很奇怪 现在内地的情况其实真的很危急 这个星期是复工 但是听说有些厂只有10%的人回来 好像红海那些 听说他们只有30%的人回工 那么有人预算呢 好像这些工厂呢 可能只有三成到复工 那么变成了生产呢 就是会落后于预算 好像说苹果手机 不要说苹果手机 是智能手机第一季的产量 比去年可能跌成25%那么多 如果这样就影响国民生产 很厉害的 是吧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昨天也都看到了 就是那个CPI 就是消费物价指数呢 昨天就升了5.4% 这是几年来最高 那么这个罪魁祸首又是猪肉 猪肉升了120% 那么现在不止 因为这个瘟疫的关系 所有食品价格都急升 那么我想通胀会高期一段时间 直至到正常为止 那么工业生产又下跌 那么经济一定不会好的 但是股市好像前瞻性很强 就是看这个六个月之后 那是不是应该这样看呢 那我相信市场的智慧永远是对的 嗯 那么现在我们应该怎么部署呢 那就是没有事了 市场的智慧就是 那你市场 你一定要跟市场走的 你不可以跟市场争择的 是吧 那你如果说好的方面 就是说你信中国有本事 控制着瘟疫 那信经济呢 六个月之后会复苏 那还有呢 美国做好 美股大动全世界做好 那这样 嗯 那所以现在就 即是都没有办法了 市场不恐慌了 只是我们自己恐慌去破口罩 是啊 我们天天去破口罩 每天去买那些酒精 消毒药水 那些这样的东西 是啊 赤子啊 奶粉啊 是啊 我一放过 我都循例去巡一巡 那个超级市场 米 赤子 和消毒 那些液体 全部都没得买 一来之后 都一早去抢购 是啊 那所以市场就不理了 都继续用力向上 是的 现在最新 我们再重新一下 恒指最新 就是在升 360点下 去到27600 是的 距离上次的 那个裂口 那个高位 进一步逼近 就是进一步 在保住裂口 是的 在保住裂口 现在都是 因为其实很多股份 都已经升得很强劲 是的 那么今天呢 带动大市 为恒指贡献最多点数 当然是腾讯 是的 但是它一只 为恒指贡献了50点的升势 是的 上到406个霸 那它好像有新一批的游戏版号 就已经批了出来 是的 现在大陆那些 哇 现在武汉 就是全市 封闭 就是封闭 就是说 每个人都要困到家 不准出街 那麽大件事 全市消毒 要控制住瘟疫 因为现在都控制不了 就算你说 现在上海 北京那些 都可以的话 那些人都要在家里工作 就是在家 线上工作 就是好像 如果我们要上电视的 那些人都要用视频 镜头 那些人不准出货 那些住宅区 基本上就是出入管理 希望他们能够在短期之内一两个星期之内控制住那个瘟疫 腾讯上到406元是什么位置呢 代表着马化腾上个月中的减持就是少了一点 当时他的398至401元是沽售的 可能太早了 下个市场就不管他 马化腾每次都是过高沽售的 他第一批是100元沽售的 还未分拆之间 过总是什么 就是等于20元沽售 今天腾讯带着市场上的 另外看其余两只ATM 昨天狂跌的美团就升了百分之二 97.7元 为什么昨天跌那么多呢 因为其实现在的封关管理 他好像连这些速递都不准送进去 所以美团就有问题了 我就不清楚到底是否真的这样 但是我知道如果封闭管理其中一个问题 就是这些速递的东西完全是送不到进去 那他就会直接影响到他的生意 本来你想着 大家不去什么海底撈打火锅 那你就叫外卖 但现在外卖都送不进去小区 那怎么办呢 就是说社工仔面 是的 会不会是否将那些速递 送到小区管理处那里 每个人去拿呢 是不是这样呢 所以都是比较受到影响 是的 那如果封闭管理的 一些越来越多的社区 会不会 我们先看看九九八八 九九八八今天是未升 升一个价位 那3319会不会收多些钱呢 他们的好处就是 你怎么都要收的了 就是这个管理费等于一个税 会不会交多些管理费 我现在要帮你收购卖 你不能收购卖 但是你可以经它叫餐 可能在那里 或者是预约医生 预约诊诊服务 很可能你在这里会赚到钱 我就不清楚到底封闭管理 是不是去到这个地步 那这些是否会受惠 我们看到今天除了3319之外 譬如时代伦理 9928都是升成3.6% 全部都升 那些物管股全部都升 2168 2168 23662 6049 604加3662 3662 是的 全部上升 现在投资者就是摧碰那些有稳定收入的 不受这个瘟疫影响的 你现在所有的零售 就算你连地产发展商都受影响 因为没有人买楼了 什么都停顿 但是管理费 你一定要给的 所以那些投资者 现在是 聪明的钱 就追捧这些稳定收入的 内房的物管股 那是不是可以追呢 现在这么多资金追 你一定要跟着追它 是不是 难道你就去买那些海底搭吗 海底搭可以吗 海底搭当然不好买 傻的吗 但是怎么会升呢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它全部停顿了 全部分店都关闭了 那怎么办 没有收入 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 我看到有一宗新闻 就是说 它在江苏 有一间分店 都是在海底搭那里 传染了 它不是全部都关闭了吗 对 我想之前是传染的 它说传染同台两名食客 所以昨天股价急挫4.8% 今天反大3.2% 真的很奇怪 很奇怪 我看不明白 9922呢 也会升 九互九都会升 解释不了 为什么 这些只可以叫做非理性的亢奋 理性的会不会有1137呢 昨天升两成多 算是理性的 这个1137绝对是非理性的亢奋 是的 但是也升这么多 那我们又不要跟资金作对 是的 如果看短线的当然跟着炒 短线的炒金当然是炒 阿信屋升成25% 不过现在去追它 就会摸顶 摸顶 接着就坐艇 你的选择 摸顶和坐艇 那如果759呢 1377 日本城行不行呢 日本城市就好一点 它没有那么疯 你只可以这样说 没有那么疯 所以呢 这三个零售股 我都觉得是发了疯的 发了这些武汉瘟疫 投资者是这样追他们 会不会是追得过分呢 是吧 那真的 尤其是阿信屋都没有什么钱 赚的 是吧 还是在亏本的公司 突然之间这样 升几十个百分比 是吧 我真的看不明白 我觉得很多时候 那些投资者 那些非理性亢奋 有些是完全失去常理的 是的 我们抗疫的时候 都是很非理性的 是的 都不理那么多 是的 不理那么多 有得炒就炒 所以很难有理性的 是的 希望大家就 很难叫大家去理性的 是的 去到这个生死关头 是的 不就是了 好 日本城下今早上急升4.8% 回归一些基本的东西 我们再看一些 有些企业消息 很久没有说企业消息 终于就赫兹那么久 有一件事就是吉利 吉利和其下的公司 富豪汽车 即是瑞典的Voro 合并 成为一间公司 整体在香港和瑞典上市 所以吉利汽车最近是疫市上升 是个好事的 因为既然有欧洲业务 亦有中国业务 规模大很多 嗯 其实它高开是一成的 现在升幅收窄到6% 但其实它的汽车整体销量 大家都不表乐观 我们看1211最新一月份的数字 就大幅按年和按月都是大减的 哇75% 所以其实你都很容易理解 你不买房子 都是不会出去买车而已 是啊 现在基本上 当你瘟疫流行的时候 你个个都怕隔离 怎会去消费 尤其是买这么贵的东西 除非你的钱多到物都涨不下 你现在就算有楼瘟疫价 卖给你 你买不买啊 当然了 你如果钱多到这样 当然可以买 这些叫做发瘟疫财 一般市民不会买的 好吧 但是有Carrie也想问 她175也有货 没有说多少 想问上网看多少 十六个半下之前的高位 上不上得回呢 应该有机会 因为你现在就不只是 如果它 很可能它就是一个换股方式 把吉利汽车的燃养股份 换了一个新的叫做富豪吉利 吉利富豪也好 或者富吉吉富 那你就不只是一间中国的汽车公司 和一间欧洲的汽车公司 而且它在海外都有市场 自从吉利买了富豪之后 它的发展是相当好的 它现在如果我没有记错 李树福那时候 5亿美金买了富豪的 那现在富豪的市值 应该是好像 不知是30亿欧元的 还是美金差不多 总之呢 那个价值是升了 自从李树福买了之后 价值升了几倍 它由它破产边缘 就做回是很赚钱的公司来的 那这次呢 李树福呢 可以说 发大达了 真是它够胆买下来 而且呢 放手 给一些瑞典管理层 整好它 这样 它自己没有参与过 每天的管理的 但是就令到它几年 赚了几倍的回报 那我们应该 其实如果你觉得 它有机会上回16个半呢 那位朋友carrier 应该追货的 应该是买货的 好 另外一位Irene 问到2342的 最近2342都蛮硬的 是啊 很硬的 那什么价位可以买呢 2342呢 本来就是2元左右 外了两年了 但是今年 又去年年底 12月1日突然急升 但是同期呢 另外那只7800就没有升到 升到去3元 我就觉得呢 真的升度价的了 因为呢 如果你看中国铁塔的走势呢 你会发觉 其实那个5G的收入 你可能是高估了的 我亦都觉得呢 有可能呢 刚才也会高估了 那个5G的收入 最近呢 所以炒到去3元 那这些价钱呢 我就会沽货的了 我就不会在这个价钱追货的 好 另外呢 那只1211呢 刚才提过呢 它公布的1月份 汽车销量 按年跌了4成2 那新能源汽车呢 按年呢 亦都减少了7成半 今早上跌超过2% 另外还有一件事呢 就是日本 日产汽车就说呢 它九州的工厂 即不是大陆的工厂 就是日本的工厂 都是因为呢 内地的那个 就是供应链的问题 它要停产 那其实整个汽车业 包括那些手机制造业 很多零件都在内地做的 是啊 其实它上上下下 那那个供应链都很大事的 现在很大事 所以现在呢 国家的主要任务呢 就是要等农历新年之后呢 所有的工业工厂呢 都要复工 因为呢 无论你是机器业 包括汽车业 还有电子业 尤其是手机业呢 中国在环球那个生产那个 产业链那里 占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这样就了 现代汽车 现在基本上是停产 因为呢 其中一个很主要的核心配件呢 是中国生产的 现在供不到货 那就要停工 那标志 工业是影响非常之大的 所以呢 国家是非常之重视 这些汽车工业 汽车零件的生产商呢 要能够尽快复工 尽快恢复回供应 要不然你长期的影响呢 就不得了的了 是的 今早比亚迪呢 受到这个销售下的销量下跌的拖累 股价跌至2%了 好了 另外一位朋友呢 都是问到 3662我们先看了 是吗 3662看了 是的 现在全部都追货 另外981 今天都是微升的 这位朋友呢 看一下 981他有货 他16.9有货 16.9 有人去都是高追的 那应该怎么做呢 那你现在就拼它继续抄上去 那你现在唯有拿着它 现在跌了一点 高位就有17.8 就是最近买的 那你都要拿着它 好 另外一只853 853就是微創 今早上都是靠稳的 那其实医疗股都不是跌得多的了 是的 但是这个和瘟疫没有关系的 这些是它是那些做那些人体的 直入去那些很小的配件 那样的 就是你说要炒瘟疫股 肯定就不是炒这一只了 那也不好看着了 是的 你不如炒一只241 你健康 那只炒味更浓 是的 今天还在升 13.9高位 另外第四 1833今天回了一点 是的 1833我想现在是获利回肚 因为哪一只股是最受胃的瘟疫 我想可以说平安好医生是最受胃的了 因为你去不到診所看病 你就在网上看病 看病它又可以发药给你的 对整个公司非常之有利 好 另外一只最近一些在线股 都是回吐得多的就是1797 1797 那便回回5%的流行上 是的 我想也要继续回 因为你由十几元 由十几元 由十几元开始升到四十元 大概 这个真的炒得过分高了 它的收入有没有 会不会高得那么多 是 所以我觉得投资者 没有货的便不要高追 有货的便应该估了它 因为已经炒到瘟了 这些是瘟颠价 是瘟颠价 是 好 你有股息 增底下跌不到去哪里 除非它有什么灾难的事发生 现在已经是灾难了 是吗 它也能够站稳 是 好 刚才1797也看了 1137也看了 762 有位朋友有8元买入 中国联统 最近这些电信股反弹了 8元买 那你要继续持住它 让它慢慢升上去 其实电信股受瘟疫的影响最小 无论你怎么样也好 你始终要有电话 流动电话也好 顾网电话也好 顾网电话也好 应该也是 应该是炸住它 应该是炸住它 因为你8元买的 是吗 是 就可以继续持有 好 另外 762就回答了 是 下面看一下电信股 1268可不可以买 1268 美东汽车 哎呀 现在这些汽车代理 真的 我就觉得不好买了 因为 刚才我都说过 现在每个人在抗瘟疫 你说要买楼买车 全部都不动 现在是没有人看楼 没有人看车的 那些汽车代理业 都要过一个寒冬 那你如果说大城市变成 好像武汉那样死了 你现在开车去到处 旅游都不行 因为很多小区不让你进去 是吗 是吗 你和汽车相关的都不要抗住 是的 都不抗住 另外一个 596 浪潮今天回了2.3% 早两天是急升的 是的 那这位朋友阿周 已经买了 有没有前途呢 这些软件股呢 你可以拼一拼它 因为最近是工软件股 它的股价又不高 你可以拼一拼它 可以炒上去 在下一浪 就是它前一 上个星期五升了很多 那这个星期回股 我想可能回回一点点 再炒过 嗯 换回些不如它就已经买了 另外 内银股最近也有个不错的反弹 看一看浓口线 你那位朋友已经买了9万股 在3.8毫日买的话 好像在捱太盛 是两成 是的 那你要捱一下价 很久的了 去年买了 那你真的要捱一下价 你再收息算了 现在就收息 让它反弹回这个价格 是 收息因为它的价格 其实也挺好的 不过它就3.8毫日 不知为什么 下一条数捱 另外天能动力819 现在现价可不可以买的 天能动力 啊 好久都没人问过这只股份 这些最差 没什么人炒的 现在我想它都升不到去哪里 现在我想 6元都未必能升得到 这个成交 最重要是你成交少 只有这么少 成交哪里有动力炒得上去 是吧 是 所以都是 所以都是不好买了 是的 好现在现价都不好 抠一只天能了 是的 好2211 都是回到那些药股了 大健康 哇 什么来的 这位朋友 哇 你还想怎么办 哇 这位朋友是4千7买了 哇 那你还想怎么办 你快去吃糊 快去吃糊 快去吃糊 4千7买 我恭喜你 为什么不说 4千7买的时候 是的 我跟你买 我买了一亿股 哈哈 它之前今天公位是1号3千8 上个礼拜都炒过的 你看 哇 它是做什么的 为什么会升级这么多 不知道做什么的 哎 2211 大健康是不是真的有关系 跟健康的事情 它说跟它有关系 哦 生产口罩 是吗 它在东北省从事药品 全体药品的分销 零售 防疫医疗物资指定采购单位 防疫医疗物资指定采购单位 大健康 它上一年还在虧本 虧了2亿多 真的不知道 搞什么 1400原来也有关系 哇 真是说了它之前几天已经是 满地科技股份 哇 升了2倍多 它是打算生产口罩的原材链 所以就狂升的 这些又是发瘟疫材 哇 这些真是释除专片 是的 其实生产这些材料应该是那些 就是做布料制衣 那一类的公司 是最容易做的 它们都是做开这些东西 那些细菌的要求很高 就是要零 你就要做一间那些叫做Clean Room 那么整个空气系统 要测出所有的层 以及杀出所有的菌 进去就要保护衣物 就是这样 是的 不过现在真是口罩难求 是的 一罩难求 好另外 今届它公布了业绩 业绩不错 升了三成 是的 最主要除了业绩不错之外 还有它加派的末期息 是的 大增按年七成半的派息 是的 因为它二十五周年的银期的兴电 是的 估价就升了一成一价 升了1.24 其实它派多了三毫九先 是的 升特了 是的 是的 我觉得今届是有前途的 因为我最近都去过柬埔寨 原来我发觉柬埔寨是一面倒倾向中国 金边那里建了很多那些大厦 那些大厦全部都是中国人投资的 那就 投资不止 还有原来柬埔寨里面的人 人口 有两成是中国人 那么多 那就是说 起码在经济上 中国真的在柬埔寨举足轻重 尤其是今届它在金边的赌场 它有好像三十年的专利 应该还有二十年呢 就给它玩 它又去年就起了新的 New Wing 现在应该是继续赚钱了 所以这只可以看好它的 嗯 那今天就今届了 升得上多不错 好了另外我们看一看那些药股 两只大的药股 今早早就是 7177到升 1.5% 另外1093 跌了 跌了少少 另外1044 我们先看看 跌回1.4% 3331 又跌了少少 这些都是 特别是一次股股 两只高位 暂时就没有升跌了 那些药股有什么策略呢 我想都應該去買 現在因為你的瘟疫時期 始終對藥的需求會多 因為這個瘟疫 我想都要半月才可以做得到 現在二月 至少都去到八月才慢慢受控 你對醫療產品的需求一定是急漲的 再加上國家的大量採購 淘汰了那些小的不合格的藥廠 這些大的藥廠是受惠的 所以藥股都是可以買的 是的 我們那些問題真的超多 排山倒海那麼理會 2013年我們就說了 2013年未說 這隻繼續上升 昨天差不多升到六元回回 我想它向六元進發 這些是家庭工作 軟件那些 是嗎 幫助騰訊企業附屬公司 幫助那些企業做網上的行政這些 我想這個微脈繼續有得追的 好 另外1038了 阿慶就問到長江基建 升一百分之一的樓上 是的 能不能進呢 你買這隻只可以看很長線 因為它現在來說是長期跑輸大市的 它的業務是很好的 它有很多錢 排息又不錯 但是它的股價不升 因為它專門投資在歐洲海外 用來收息的 你只可以當它是收息股 你不是投資的 好 港股越升越多 現在升超過400點 嘩 現在是高位來的 嘩 現在已經補了一個裂口 差一點就差幾十點 好 另外2400 2400這隻心動 是嗎 心動 現在是炒這些軟件股 可以不上班做事那些 心動公司 繼續炒上去 因為有資金追捧 不上班做事都不能去行山 行山不重要 你不要貼上去 對 報告都不要緊 不要公司 不要貼上去同事 那它午餐時間就可以了 是的 午餐時間 你只可以去水塘那裏 行山本身是好的 我們就要留意一下 另外有位朋友問到 992的入了2萬股 992 那它就7.06元 哇 那就輸了很多 聯想的問題 就是它的手機業 早來做都做不到 始終它想做Apple 但是早來做都做不到 那怎麼搞得 不要說Apple做不到 連中興通訊都做不到 那就是令人很失望 就是如果你反正都輸過 那不如將它聯想 轉去中興通訊 駁一駁一駁 你不就將它買了 買蘋果來翻身 我的策略就是這樣 我將那些蝕本的東西 沽了它 買蘋果翻身 好 都沒有辦法 你的價位這麼高 也不建議 交貨 反而最好就是換馬 另外一隻1266 西王特降 我不明白 西王特降 不知道為什麼上升 現在你什麼 整個社會 基本上是停頓 建築都停頓 這些對鋼材的需求 不會翻身 其實我不明白 那些水泥股昨天都狂升 水泥股因為昨天說復工 昨天說海洛水泥股復工 那就是急升 那復工也要降 是的 但是那個問題是 你現在很多地產商都停工 那你停工這些鋼杆水泥誰要 是嗎 你之後又復工 就是你的心理上有影響 但是你說 看宏觀一點 這些鋼杆水泥的需求 旅的建材的需求 都會大跌 就是第一季不會看好 好 我們順手看那些內房股 今天早上都是 反彈 全部反彈 就是 逼國元升成3.9% 另外6.88% 升3.3% 是 3隻1.109% OK 這三隻 藍籌內房股都升 是 全升 我想市場 預計就是 可能 3月份的人開始看樓 現在沒有人看樓 現在你動都不能動 要家居隔離 做什麼 哪裏有人買樓 為什麽呢 就算香港的收租股 今天都升得很厲害 是啊 1997 全部都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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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爺托市 拖到香港地產股 是啊 這麼厲害 有位朋友倒轉 想想1448 1448 福壽院 發死人才的東西 還有現在很快就會火化 燒了它 是啊 都未必會搞這麼多事情 是啊 是啊 好 302 302 中手油 今天跌回 但是上個禮拜 全個禮拜都上升 都應該可以看好的 因為現在你家居隔離做什麼都可以 你操一會就累了 那就坐在那裡打遊戲 是啊 好 997現在現價買不買得 4號和1997 買得了 買得了 可能見了底 但是這個這麼低的價錢 你不怕買 是 好 有些分別的 九倉就是香港的 是啊 不是 九倉置業香港的 九倉4號是內地的 內地的就不好買 是啊 是要懂得選 是啊 因為內地 現在他們最主要 九倉集團 最重要是內地有幾個大的商場 其實它做的事情和行龍差不多 現在的情況是非常之不妙的 記住 如果真是很堅持買收租股 就買一九九七的 是啊 即時代廣場 是啊 以及Ocean Terminal 好 1755 這些物館公司照買 十元有貨放不放 放不放 高一點 二十元放 放給我 十二元給他買 恭喜你 恭喜你 一日五七現在現價可不可以入 一日五七不要買 因為這個做重工業的 做那些吊機的東西 現在都沒有人建樓 這些機器哪有人用 是 銷售一定跌 所以不要買它 好 另外還有 10936元有貨 繼續拿著它 等它升回到40元以上 好 今天那些內銀股都很厲害 是啊 先看1939 這些國家隊 它已經補了裂口 是啊 補了裂口 補完的 補完六個幾個裂口 補完不用回嗎 不用 繼續升上六個八 好 另外就是1398 1398 升1.8 3988 升1.6 香港這邊那些呢 香港這邊難看一些 都補完裂口 都補完裂口 是 現在它已經關了分行 就是可以 就是 減少了開支 是嗎 應利就沒有什麼了 是 就是 平穩 不會怎麼動的 好 那我們看11 剛才看了5 恆生 現在都是從低位有個反彈 從低位反彈 是的 澳門股呢 澳門股 澳門股 我想現在它停了兩個禮拜 我想之後還會再停多兩個禮拜 停一個月好像學校一樣 停一個月好像學校一樣 我想就暫時都不好買了 它今年12個月之中 有一個月是沒有收入的 你說它怎麼捱 那778 778 778 是 即是本地 這些不怕買 這些自副產業 是啊 那Home Office 關不關事呢 HOME Office 會關事 因為它的收租 是受少少影響 至少今年不能加租 是吧 另外6030 都不用怎麼看的了 因為當整個社會的氣氛這麼差的時候 哪裏有人有興趣炒股啊 那些股票都不好的 內地現在都升1% 是啊 雖然它升而已 但是我也覺得 慢慢 現在不是升1% 現在升2% 2.36% 內地啊 你說中信政權嘛 是啊 我說內地 現在內地的戶心和戶心 戶心和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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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戶心 大概升1% 是啊 升1% 是啊 我想真的是國家對出動 是吧 就是我覺得客觀的看 內地的瘟疫還沒有受控 那你已經前瞻這麼多 你真的對國家這麼有信心 就算你對國家這麼有信心 你還是否更早了一些 是吧 嗯 我就覺得這個反彈就更早了一些 雖然 開始第一天跌8% 現在反彈了 但是我覺得 沒有什麼真正反彈的理據 嗯 好 那我們看移動股 叢林護老 1989 1989 這個 香港護老院 是呀 有鄧先生入股 是呀 賣了給鄧成波 是呀 那會不會說 有個前景很不同了呢 有什麼前景呢 哈哈哈 養老院有什麼前景呢 我都不知道 那你解釋給我聽 我都知道那些什麼 那些什麼 富豪級的養老院 一個人一個月 是要給五萬元的食宿飯 五萬 是啊 因為我看過 它在Yohu那裡 在元朗那裡 它那個叫做豪華的宿舍 五萬元一個月 嗯 是吧 就是都憧憬它轉役是吧 因為本身叢林 就不是做那麼高端的 是啊 那就是 我看不到有什麼突破 好 那另外一位朋友問了 就是2388的 2388 剛才都說了 是啊 是啊 現在反彈了一點 就是你香港的情況這麼差 雖然現在沒有了那些社區 社會活動 但是呢 你的生意一定不好的了 就是今年都不會有什麼 那個盈利有什麼增長 你反而那個壞象會增加 所以我覺得 你買是買來收息 不會有什麼前途可以說的 嗯 那就是 不過顏色現在都算是 都挺吸引的 顏色是不錯的 是啊 現在中銀香港的顏色大概 有5厘5厘5厘幾色 顏色是不錯的 好 那還有一隻570 問一隻570 570 中國中藥 中國中藥都是炒的 現在的醫療股全部都是炒的 我想它跌到差不多 又說有什麼用途 又炒上去 我想現在來說我都應該沽貨 是 好 上升毒力不夠 明白 好了 我們一次過答了很多問題 希望幫到各位觀眾 也都是繼續祝大家 希望身體健康 是啊 百毒不侵 好 謝謝大師 明天的中華財經連線再見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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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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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